哇 终于也让我用上了这个超大车辆停车专用停车场 我这车呢现在驾的这个雪地摩托的确有点高啊 ok 又要跟大家说到什么时候最适合来这边滑雪啊 我觉得三月底四月份 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人啊几乎没有啊 虽然说到这两天雪不太好 现在这个Snow Base是最后的 该开的到都开了 然后呢白天又特别长 基本上就六点半天就亮了 然后一直到很晚天才黑啊 能看到四点四点半这样子 完全没有人跟你抢啊 然后现在酒店呢也会相对便宜一些 那大家还是这个时候来滑雪吧 今天我要画这一块 Richard的遗产 Richard在回国之前呢 这个很多版没有办法带回去嘛 所以说这是他其中留下的一块版 叫Academy 这个版呢应该还是比较小众的哈 就算在北美的话 其实用的人也不是很多 其实从造型上来看的话 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啊 反正基本上就是那种北美简洁风了 就没有什么特别了 然后版底也是一个纯白色的 然后有一个小logo的这个造型啊 这个版呢是用到了一个就是 True Camber 就是纯Camber的 就是说点到点 不注重装备 就是给有一块能用的版 对不对 我往死里滑那种 那种北美那种那种野人啊 山上的野人啊 现在我们就拿这个版来试一下 看看这个用上Richard挑选的这个神奇的版 能不能我也能超神啊 哈哈 啊 正常一个 没有特别变台 呜 啊 边数多 我表现了 这一关想起来 有一杯 这一杯 永远 有点 唯一 有点 有点 吃梦 � Massas 鷹鷹鷹鷹 鷹鷹鷹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滑水也玩 然后滑雪也玩 但是呢 说实话我每个玩的都不惊啊 因为我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啊 比如说山地车 尤其是山地车啊 我觉得我开始骑黑道以后 我觉得这个风险啊 就开始越来越大了 就大到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承受了 基本上单车应该这辈子就限制在一个能能骑骑蓝道 就这种水平了吧 雪踢摩托也是一样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东西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嘛 但是的话大家看到上期视频啊 如果说你在有向导的情况下 然后在那种平坡上骑一骑 光看看风景拍拍视频 或者今后对不对 跟朋友一起上山滑滑雪 这个风险还是可控的 然后滑雪一样啊 最近这个春天来了 很多朋友都开始卷这个park了 或者是像steven一样 卷这个滑行了啊 反正呢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懒的 park呢 的确肯定还是要卷的 就是说循序渐进嘛 不会太迫使自己 peak缆车挑战 peak chair challenge 想不想来一个 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做什么 你做什么 没有 绝对没有危险 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challenge local的 就在坐在这个challenge就可以完成 我靠 直接跳下去吗 不是不是 可以看到啊 这个威斯勒 其实能滑的地方也很多 就跟我们雪地摩托一样 来吧 pick chair challenge 来 把你的板放在下面 这样放在下面 对 然后把你的手放在这里 然后把你的头一直盯在下面 就一直盯在下面 对 一直盯在下面 啥也不管 一直盯着啊 我这人不恐高 恐低你知道吗 不恐高是吧 恐低是吧 那你不要缩啊 我为什么缩呢 盯着下面 盯着下面 我怎么可能恐高啊 不要看我 不要抬头 不要抬头 不准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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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好了吗 挺好 挺好 哎呀 还停在这里呢 挺爽 3 2 1 中了啊 这边很弱智 感觉的确 现在雪高了 所以说感觉有点要撞上去的感觉 哇 哎呀 这个怎么说呢 虽然说我在雪地摩托看到了比这个更震撼的风景啊 但是呢 每次晴天来到Pickchair 还是有震撼的感觉的 对 非常漂亮 这边的大部分 理论非常漂亮 think现场 观看 有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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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